美丽的人鱼公主站在门前 欢迎大家进入她的海底世界 这个用上百只辣椒做成的章鱼 还有旁边这群玉米鱼都是她的好朋友 而在房里头看 还有胡萝卜海鲜 生姜 海藻 都待在旁边等着迎接她 海绵宝宝用玉米 还有飞鱼是用秋葵 跟外面不会看到的创意 我们这里所有都是用所有的蔬菜 可以变形的方式 来表现她各种海洋生物的活灵活现 五彩缤纷的花园中 特别规划了一处休憩的小空间 在花墙前泡茶聊天 看起来是格外惬意 而这美丽又浪漫的花景 是由中心大学师生所一手打造 而这也是今年园艺周的展品系列之一 园艺只是利用 把我们所有的创意识利用植物去表现出来 跟一般的绘画美术 是自己一个画家就可以做出来 但是我们很难的就是必须要透过植物的遗传才能表达出来 这些展示我是觉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果 我是希望能够在学校里面大力推广 同时现象目前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成效展现到国际上 园艺周犹如师生的小型成果展不仅展现了园艺系的创意 在里头也有呈现许多有师生研发的新品种还有商品 而画面中这一整面的生态绿墙看起来跟一般的没有太大差别 但其实里头大有玄机 这个绿墙是最近才拿到一个专利 本来是一个密闭式的栽培系统 就是非常的省水 没有水污染 没有肥料污染 鼓励大家跟他们一样丑向绿色生活 每一年的园艺周也都会准备各类各式的小盆栽 让民众选购 来装点居家或办公室的空间 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氛围 这暂停交话台中采访不到